大家好,欢迎收看米老鼠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七岁之后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样的自然规律大家都明白 但若有一天这种规律被人类放大或利用 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男主小帅即将迎来他的七岁生日 即便是个小生日 爸爸妈妈还是十分重视 他们承诺生日当天在小说去游乐园玩 这天在体育课的跳马比赛中 小帅还是失败了 但和自己一样水平的小华却成功了 小帅赶紧上前去询问方法 小华只是骄傲的说已经七岁了 而且小华看似对小帅很是陌生 在隔壁女孩花花的提醒下 小华这才叫出小帅名字 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小帅看在眼里 放学后他找上花花了解情况 可花花却是因缘又止的样子 最终小华还是没有问出啥 结束后小华坐上公交车前往补课地方 看来如今学生都是这般忙碌的 无奈小帅实在太过疲惫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 工程已经到达了终点 下了车的小帅不知何去何从 突然在街口的拐角处 小帅看到了两个神似爸爸妈妈的人 而他们的手牵着那个小孩 看背影又和自己有点相似 回到家后 小帅赶紧将事情同爸妈说了 但爸妈很快就否认了那并不是自己 可看他们眼点的焦虑 很明显他们在隐瞒着什么 这晚一个科研人员悄悄进入房间 取走了小帅的DNA 隔天上学 小帅对昨天知识还是疑惑重重 他决定去终点站 一探究竟 这回他直接见到那个男孩 看对象的样貌简直和自己一幕一样 在后续的交谈中 小帅发现他们虽然名字外貌相同 但在体能方面 人家确实略胜好几成 可以轻松跳马翻墙 而且对方在我父母的情况下 却依旧生活在古尔院 画面一转 小帅的生日到了 父母带领着他 来到正当的游乐园 但即便在这样的开心日子 父母却依旧眉头紧锁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帅大胆质问父母 谁知 都来了母亲的一个耳光 谁知母亲就向小白坦白了真相 原来那个长得和自己一样的男孩 也是父母亲生的 接着父母便带着小帅一号和二号 面见了一关园 原来 为了得到提高后代质量 孩子在出生后就被提取DNA 孩子又父母养在身边 而克隆板也待在孤儿院 在七岁之后 父母就会选择体能较好的一个进行抚养 而淘汰那个就会被回收 现在情况看来 克隆小帅各方面都会更加优秀 父母很快就残忍地抛弃了小帅 对克隆小帅百般宠爱起来 接着小帅就被强制压进了回收车 此时的小帅 还试图用亲情打动父母 可此时的父母 早已是他为路人 小帅泪眼婆娑地在梦中醒来 原来刚刚这一切 只是他的梦境罢了 此时他只是睡过阵而已 他轻松跳下车打算回家 可救的接口 他撇下那辆回收车 难道梦境 只是对未来的预见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